嗨 大家好 潘 又到了我們的全年時間了 其實全年啊 我們好像是五月的時候拍的 然後呢 一直到現在 我們都沒有發現他有一些新的東西 直到今天 我們還在反腦說今天要拍什麼好 因為我們都會有那種純影片的習慣 那我覺得今天的影片一定要馬上拍馬上剪 他今天找到了在全年裡面好像蠻厲害的 我為什麼說好像呢 就是我們沒有吃過 但是他的風品又跟以前一樣那麼好 而且今天我也跑了三家 但今天有個敗筆 我們後面再說 好 那我們總共買了也後面再說 我們先來開第一個 好 我們來吃一下雞腿 這個雞腿呢 看起來蠻大一個的齁 但他確實不便宜 真的很貴欸 他要189 好 你可以先開了 好 我開囉 然後呢 我慢慢講我們的故事 好的 就是我們在買的時候啊 他就是我剛剛說的那個敗筆 網路上面是推薦那個雞胸肉 我們是在社團看到的 那雞胸肉特別的火紅 也確實呢 我們跑了三家 雞胸肉都是空的 而且雞胸肉的價格比雞腿還要便宜 70塊 這個雞腿還要189元喔 他真的超大 他跟你的手機比 6E的手機是以前那種iPhone7比較小的 以前 189塊呢 我們先不要說他的價格貴不貴好了 主要是要好不好吃 那為什麼我們會買雞腿呢 因為呢 不是我們買不到雞胸喔 雖然這是原因之一 但最主要的原因呢 是因為我們在其中一間店買的時候啊 那個店員呢 他就跟我們說 他自己吃過 他覺得雞腿比雞胸好吃 哇 因為他說他覺得雞胸的話會有一點彩彩的 那雞腿的話是沒有 所以我們就聽了他的這番言論 於是就買下去了 這真的有點難處理耶 這也太大了吧 他還有附那個綠色的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拿出雞腿的那個包裝啊 他裡面超多雞汁的 他叫蔥油包 喔 有啦有啦有 聞到那個蔥油的味道了 就去吃港式料理的 趕快吃囉 這超大 我就吃一隻肯定飽 真的耶 很難下手耶 我現在六一來吃一口看看 耶~~ 他真的看起來是超級大的 我覺得他吃起來應該會有一點點彩彩的 因為他這種大小 然後用這種處理的方式 畢竟他是冷藏放一段時間的 應該會有一點柴 不知道六一張吃起來 因為他那個外面那個膠 看起來就超好吃的 嗯~~ 來給你 過關 蛤 過關 這麼快啊 沒有什麼任何評價嗎 好吃 他那個皮啊超級無敵Q 雖然我們沒有做任何的調味 他本身就很夠味了 那個鹹度就夠 也不會太鹹 然後他的肉 也很嫩 一點都不會柴 而且通常是很大塊 我覺得可以跟家人一起分一分 切幾塊 不是 他的用途本來就是這樣啊 哈哈 沒有人像我們這樣子 應該不會有人就是拿一個 然後直接開始嗑吧 我也覺得 這個很像 這樣子有點困擾 應該要先切切或是剪一剪 對啊 我覺得這個比較適合家庭主婦 就是媽媽或者是女兒想要做菜的 然後你把這個拿起來切一切 這樣就一道料理了 好吃 而且他那個雞汁是很香的 尤其是那個綠色的那個調味包 下次可以再買 那我來問你一個最簡單的比較方式 好 189元你買嗎 189元 如果我養一家口我會買 如果你是個媽媽的話 嗯 住在外面也很好處理 就是你只要打開就可以吃 而且吃不完冰進去 對 下一個呢 就是六一最期待的 以價格比起來呢 他相較於這個比較便宜 他只要25塊 你看他現在幹嘛 你們看他現在幹嘛 他剛剛呢 其實已經把麵丟下去煮了 他剛剛煮麵的樣子超級好笑 哈哈哈哈 又出糗了 好 我現在要來開封這個 這個超紅超有名的 叫做不倒翁海鮮風味烏龍拉麵 他很像說要先將 脫水的海苔 還有再乾燥的食材 放到冷水裡面 好酷喔 我要先看一下 看一下裡面他長得來好不好 沒了 喔沒了 就這樣 對就這樣 嗯 所以你現在要 這個丟進去嗎 乾燥的食材 應該是這個 喔 要泡冷水喔 對 那我等一下怎麼加進去 嗯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再說囉 我不會做 好 OK 抱歉我好像是白癡 哪有人拿來泡冷水 我剛剛覺得怪怪的 好啦都進去啦 隨便啦 他說是要把 料放到冷水中 就你原本有這個水嘛 然後把這些乾燥料丟進去 算是 直到你水滾之後 你再把麵丟下去 好像是這樣 好啦 都吃到肚子裡應該都一樣 大家不要像他這樣 他已經做了最好的示範給大家看了 那他現在已經稍微在滾了 那我就把你臉加進去 這個麵好大塊 這才25塊錢 超大 真的耶 他已經跟我們這個 整個鍋的口一樣大了 真的耶 剛剛好 我沒有看過那麼大的耶 其實他的做法都跟一般的泡麵差不多 就是那個 乾燥的東西要先泡 喔 這個好像很辣耶 看起來很好吃 我有點GG的感覺 第二個已經好了 大家有沒有看到六一剛剛那個球 球太 我們就別說了 你看他開始融化了耶 我們剛好特別把它放了起司 它現在整個蔓延出了起司的味道 喔好髒喔 你看 後面還有看到你那個起司的拉絲的樣子 真的耶 很香耶 真的香 好 我要吃了 我們裡面呢 他現在除了起司之外 所有的東西都是他裡面內建的 還有蛋 喔還有蛋 我們剛好加一顆蛋 對 而且他的麵條啊 很Q 的感覺 他是很像那種手打麵的麵條 而且我要再跟大家講一個 這個真的超級難買的 我今天去了第一家 他是布導翁這個牌子的 其實我一開始也不知道布導翁的牌子是什麼 我就那找很久 我就想說 他那裡超多布導翁的價值 但是呢 只有這個口味是空的 這個口味呢 叫做海鮮烏龍 那這個包裝長這樣 你們要記得 因為他只有這個品牌的價值是空的 我覺得超厲害的 我就馬上拍照給六一看說 他只有這個是空的 超好吃的 是嗎 嗯 而且這個是最便宜的喔 其他都要二七二八塊 只有這個是二十五塊 喔 對 但我覺得反而沒有什麼 海鮮烏龍麵的味道 嗯 我覺得他就是一種 呃 韓式泡麵的味道 有點類似像那個 辛拉麵 會辣嗎 趕快吃 哈哈哈 我覺得他想害我 那個麵很Q 跟我們現在 台灣很常吃到的那種 拉麵味道不一樣 很好吃耶 超好吃的對不對 但我覺得你加上那個起司超加分的 也不會很辣 嗯 辛拉麵我是沒吃過 小辣 我還能接受的辣 這樣子一大鍋 採二十五塊 加顆蛋加四塊 這個一定賣爆耶 對啊難怪都搶那麼快 二十五塊 完全買 必買 這個真的買耶 好划算喔 那我們今天 目前這樣吃下來 前兩個都還算夠關耶 尤其是這個泡麵 這泡麵 又便宜又好吃又大碗 真的 趕快跟大家講 但是 可能以後我們就吃不到 哈哈 那我們直接進入第三個 第三個呢它是這個 這個是辣味的茶葉蛋 而且這包不便宜喔 這很像是 七十九元 看一下有幾顆 我們現在打開它裡面總共有六顆蛋 六顆蛋是七十九元的話 那我覺得還行啦 因為它有幫我們調味做辣的 做一些其他的口味 對啊對啊 一顆大概是十幾塊而已 十二左右 我覺得可以 我也覺得可以 那我們就直接來幫六一剝個蛋 好 這個就是我們的辣味茶葉蛋 第一次吃辣味的茶葉蛋 我第一次會主動說我們去買茶葉蛋 為什麼 因為人家都說這超級好吃的 真的假的啦 嗯 我覺得在全年社團的大家都很強 還有那個cosecose社團的 對啊對啊 就怎麼會有辦法買到那麼厲害的東西 嗯 不會啦 沒有麻麻的感覺啊 我覺得它不是那種麻辣的味道耶 但是不難吃 不難吃 是不太好吃的意思 不會不會是好吃的 它是有調味是有入味的 但是它沒有像 那個人家說的是麻又是辣的那種感覺 沒有吧 如果有也是一點點 對一點點 嗯 我覺得要邊沾這個醬汁會比較好吃 因為我平常是不會去買茶葉蛋的人 但是如果要加這個醬汁的話 嗯 嗯 醬汁可以 醬汁很香啊 嗯 可能跟前面兩個比起來 有點略酥一籌 對 前面兩個太強大了 嗯 這個就比較沒有那麼特別的經驗 但是是好吃的 不雷 對 我們必須說它是好吃的 它不難吃啦 因為我們是沖著它麻又辣去買的 嗯 但是它這兩個味道都比較少一點 嗯 我們會覺得比較 沒有符合我們一開始期望 嗯 不過真的是好吃的 再強調一次 好 下一位 我先去洗手 還是拉麵比較好吃 哼 因為它 你看一直抱著這鍋在吃 哈哈 你就知道它到底是多好吃 好喝 好啦回來了 那下一個呢 也就是我們今天的最後一個 但是我覺得最後一個不太吃了現在的它 那它現在滿嘴就是那種 很嗆辣的味道 我們現在要吃的這個比較清淡 躲過我的吻 對 先閃再說 哈哈哈哈 我們要吃的是這個 客家的花生糰子 耶 這個花生糰子呢 我告訴大家它在哪裡買 因為我怕大家可能找不到 好 它就在那個 我們有時候會買全聯聯名商品的地方 嗯 的那個架子上面 我們現在已經把它打開了 打開的之外呢 我們還把它撒上那些 那個花生粉 還沒開之前的那種白色糰子 看起來就超好吃的 看起來就超好吃的 真的超好吃的 我要吃囉 那它這個味道超香的 尤其是剛剛六一灑上花生粉的瞬間 那個整個香味撲鼻 嗯 然後六一這次呢 它又是一個花生粉控 我覺得這關呢它一定過 呵呵 我覺得 然後 你再跟你吃一半 好 喔 這就是花生麻糬 超級Q 嗯 很像那種人家老街 他們會 會有阿公阿伯 自己用手的對不對 對對對 一模一樣的感覺 而且你們看它這個丸子的外表 它是會反光的耶 對啊 很晶瑩剔透耶 這個糰子真的很好吃 但是 它的花生粉不是我喜歡的花生粉 就是我喜歡的花生粉 是有大小顆粒 然後裡面有糖粉的 但是它裡面沒有 它就是一般的花生粉 喔 單純的花生粉 嗯 但是它好吃的點 是它的 糰子的本身 我覺得那個糰子 如果你不要加它的花生粉 你想要做其他的調味 可能也可以耶 對 因為它的花生粉 沒有幫它加粉 喔 呵呵呵呵 你看花生粉 達人說的話就不一樣 我覺得那個糰子 可以試著去那個啦 因為它很貼心 它不是加在一起 它是有那種 分開一個膜嘛 嗯 所以你可以拿那個糰子 去加抹茶粉啦 巧克力粉 嗯 之類的 而且它裡面還附一個 愛型的小沙子 不想要用也沒辦法 好鬆喔 那今天這四個吃完 你就邊吃我邊解 好 我自己認為 那個茶葉蛋我就不會再買了 嗯 是 因為那茶葉蛋其實真的 挺貴的 而且是要買七顆 嗯 像我平常吃茶葉蛋 我最多買到兩顆 嗯 不過想要放家裡也是可以啊 因為全員的東西 畢竟大家都會放在 那個公司或家裡混貨嘛 對啊對啊 那再來呢 這個雞腿呢 我覺得也是很OK的 我先把那個麵再拿去加熱 哈哈哈哈 那那個麵的話就 完全可以 你首先呢 就是要先買那個麵 因為這個價位比較高 所以可能一般人比較不好入手 嗯 但是你那個你想吃 爽吃就吃 真的耶 你不要煩惱一件事就好了 你買不買得到 對 也是 今天全年好像我們又有一個 收穫滿滿的感覺 沒錯 希望大家呢還有那種 看到我們影片 然後趕快去買那種感覺 哈哈哈哈 因為我們上一次拍那個雞鑾骨 嗯 我們自己後來也去買 對 然後我們買了七包 哈哈 全部粉給家親朋好友 嗯嗯 很多人一直叫我們幫忙買 還有人買鴨鞋去夾臭豆腐之類的 就大家會自己延伸一些充裕料理 嗯嗯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 大家都很棒 覺得全年還是出這種東西就很厲害了 對啊 出這種聯名商品的話 就可能會 就是會比較讓人家跌破眼鏡啊 哈哈 好啦那很開心我們今天又吃到好吃的東西了 耶 又過了美好的一天 不錯喔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差不多到這裡結束了 去全年又有好買的東西了 對 如果再次看首播的大家呢 就謝謝大家來參與我們的首播 那大家的喜歡影片的話 也可以分享出去給更多人知道 我們就後天再見了 耶 耶 趕快跟首播的大家打個招呼啊 我們下一集要吃很好吃的雞排唷 哈哈 今天呢 vide obsessed 請 婚